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美国普通人的生活 我现在所居住的区就是美国普通中产阶级 这里大多数人不算穷,但是也不富有 都做着一份很普通的工作 我们家邻居有做水管工的,有做护士的,有做银行安保员的 收入大概到5000到8000美元 很多人看到这样的居住环境就会觉得 美国普通人的生活这么好呀 人人家都有两辆车,住大别墅,生活没有压力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美国人基本上都没有存款 同样的年纪我敢保证咱们中国人的存款肯定比美国人要多 有人说是不是美国人不会过日子,不会精打细算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就拿美国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来说 我们这个普通的小区也不是富人区 房价在45到50万美元左右 养一个房子的成本,包括房贷,房务保险,还有地产税 基本上都要在2000到2500美元 这么一算来,一个月工资如果五六千美元的话 光房子就要出去交近一半了 吃饭如果不经常出去吃的话 在家买菜做饭的话,差不多也要1000美元 美国生活交通极其不方便,没有公交也没有地铁 所以人人家都要养两辆车的 车保险加上保养加上油钱 一个月怎么地也得500多美元 还要养孩子的一些开销 一家四口如果每个月只有5000美元 生活还真的不一定够用呢 很多家庭都靠着信用卡过日子 在我们这个小区,周围邻居基本上都有两个孩子 很少有父母帮忙带孩子的 夫妻两个人都要上班 两个孩子一天到晚很累很忙碌 如果夫妻两个人只有一方上班 生活便会很拮据 再看看我们国内的80后紧留后 跟我们同年龄的人 其实要比美国人过得轻松很多 虽然现在国内也有各种养娃的压力等等 但是我国内的同学朋友 基本上都是有父母帮忙带孩子 夫妻两个人只管上班 回家还能吃上一口现成的饭菜 这些足矣让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人很羡慕 而国内大多数人都是有存款的 或者是可以啃老 即使是说暂时没有工作 也可以撑一段时间 而在美国一个人如果有个三五个月 没有工作没有工资的话 那他的房贷车贷各种生活都会生活不起的 前段时间我还看到国内出现全职女儿全职儿子的 意思就是说父母心疼孩子工作压力太大太辛苦 让孩子陪在父母身边 父母用退休金给孩子发工资 而在美国基本上要到65岁以后才退休了 而我们国内的父母很多都是在50 55左右就退休了 这些都是我们邻居家的小孩 这个小男孩是打棒球的 有的人说在美国养娃不卷 养娃不用花费什么钱 其实你没有看到在美国养娃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这个小男孩他今年大概是上二年级 他是打专业棒球的 每个季度呢都要花一千美元 家长每个星期呢都要开车带他去参加比赛 各种各样的花销一年呢算下来也不少呢 如果你对孩子是放哑式的 你当然可以不用花钱了 但是在美国这样普通的家庭 也都会把钱花在孩子身上的 再比如说像我老公他现在在美国牙科诊所工作 他每天呢都是给别人洗牙 看似工作挺轻松的 但是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他的上班时间呢都被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也很少会有假期陪我和孩子出去玩 但是今天呢他特地请了一天假 要陪我和孩子去水上乐园玩 真的是很难得呀 我们现在出发了 今天我老公到司机 我问一下我老公为什么想到请假带我们出去玩 因为像我老公的工资嘛 他就是如果说除了担心休假之外 像这种平常非做默请假呢 他是没有工资的 我问他也为什么他可以舍其他的工资 来带我们一家出去玩 像我们家小孩呢 期盼这个水上乐园呢 期盼老久了 前两天呢总下雨 今天呢正好天气也不错 老公你为什么想到那个请假带我们出去玩啊 我觉得这个体验这么晚的 然后小孩假期暑假那么长 青年们在家里也不好 带他们多出去玩玩 让他们开心开心 我就想到时候他们长大了 能回忆起来的不仅仅是我 听听比他们学中文 然后读书 然后也能相信我们 经常带他们出去玩啊 那你这一天工资损失多少 还加上那个去水上乐园买票的钱 不挣钱还得花钱啊 是啊 门票花了差不多160吧 30多块钱一个人还加上税 工资的话 一天可能也300多至少 你觉得值吗 我觉得就像我说的嘛钱挣不完的嘛 总要静下来欣赏一下路边的风景嘛 你像我外公今年年初去世之后 我妈不也就过端买了机票回国去陪我外婆了吗 这个她一下回去回半年她也没觉得 就是上升钱有多可惜啊 因为 呃 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嘛 就是 能混一次就算一次了 就是这些钱是 身外之物嘛 很多东西钱是换不来的 小妈 就是外公去世也没赶上 她其实挺后悔的 所以她还是决定不花点时间 就是再背背外婆吧 快到了 看两个孩子兴奋了 Waterpark Waterpark 我们现在到了 今天好像人挺少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来的目的 为什么要特地请一天假 牺牲一天的工作 不过来的话 一整天都在排队了 对啊我看人挺少的 车也挺少的 高兴吗 嗯哼 要去Waterpark Waterpark 你就没正经了跟她们 那个我们先来做个柜子 这个柜子是15块钱一个的 假钞吗 还退出来了 Waterpark 看我老公租完柜子 然后那个零花钱就算一块了 啊 虐待你这段时间表现不错 这个月再追加15块钱给你 把你租柜子的钱花给你 我认识了 老公租 豫 糟了